我是陈怡婷 我是江一新 我是Sher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讲完了苏默的故事 我们接着就要聊到他故乡的故事 是关于草原君主林丹涵 林丹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林丹涵他在史学家里面来说 他会把他跟明朝的崇祯皇帝 算是一对难兄难弟 因为这两个亡国君主 其实都是一个年少 算是很有才华 而且很想要有一展报复的年轻人 但是很可惜 因为他们那时候想要展报复的时候 国家的命运却来不及被他们挽救颓势 就已经亡国了 所以事实证明有才能不够 有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林丹涵过世之后 他身边八个太太 之后分别都嫁给了满千皇族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囊囊太后 他嫁给了皇太极 但令我非常讶异的是 他那时候嫁给皇太极的时候 肚子里是怀孕的 是已经有林丹涵的孩子 没错 他怀着林丹涵的遗父子 那皇太极 堂堂一个皇帝 真的可以接受他身边的女人 肚子的肿不是他的 还是仇人 而且怀的是仇人 之前两族的交战的时候 仇人的小孩 对啊 还是说他有什么报复的计划吗 究竟皇太极在想些什么 元朝从这个元顺帝 就是往北逃以后 被明朝驱赶以后 其实他们建立的这个政权 叫北元政权 那北元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 就是林丹汉 林丹汉是查哈尔部的大汉 也是蒙古的末代汉王 他来自黄金家族 也就是成吉思汉的嫡系后裔 所以在位时一直力图振作 希望能够恢复当年蒙古帝国的霸业 林丹汉他是一个 有积极作为的蒙古帝国的一个君主 但是呢 就是实不我语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好 他内部的问题 所以他内部的这些蒙古部族 克尔庆也好 其他的部族也好 都不太想听他的 他们整个从元朝建立 这个变成北元之后 整个国是率弱的 虽然蒙古有很多部 可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 也不过就是查哈尔而已 林丹汉13岁继位 马上就遇到内忧外患 两大棘手问题 一个是要有效控制蒙古各部 而是要对付正在崛起的后金 林丹汉首先推出一系列 加强中央集权的施政措施 确保军政大权放在自己手中 等到实力跟威望都有所提升之后 再对大明发动战争 以提高军队战斗力 那蒙古跟爱新角落家族 从头到尾都是始终保持 亲密又竞争的合作手段 可是竞争又合作毕竟还不是臣服 所以当时如果他是必须要 对林丹汉动手 才能把蒙古整个说服起来 那其实他还有一个对手 就是明朝 他希望能够从明朝那边 得到一些利益 去侵略他 可是明朝也不容易侵略 所以他后来就改变了一些想法说 那我干脆联合明朝 来控制后金对他的威胁 林丹汉拒绝与后金合作 改和明朝结盟 此后数次交手都是林丹汉获胜 查哈尔博士蒸蒸日上 但没想到明清之间的萨尔虎大战 后金大获全胜 元气大上的明朝向林丹汉求援 竟然改变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林丹汉急忙派人率领数万人来去持援 只不过敌军士气高涨 加上对手有数量上的优势 那蒙古军败下阵来 于是接连铁岭还有沈阳战役都失败 那让林丹汉不得不退回蒙古境内 罢尔虎大战后后金转手为攻 皇太极承接努尔哈赤的遗志 准备南下入关 在此之前就必须解决蒙古这个心腹大患 短短三年内 皇太极软硬兼施 让蒙古外围部落纷纷转头后金 对草与民主来说 忠心耿耿并不是他们主要的选择 他们能活下去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中国历史上面 只是草与民主天气一变化就抢劫 那没办法 甚至让我吃饱食就可以 1628年 皇太极以使臣被杀为游亲征查哈尔 顺利击败林丹汉手下部落 接下来的四年间 又有好几个部落降己归降 使得林丹汉越来越势单利孤 1632年3月 皇太极对林丹汉的征讨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 在皇太极的大军压境之下 林丹汉不得不率军 撤退到莫北的克尔克布 但克尔克布却不愿接纳他 对林丹汉只得继续向欺逃窜 后来就逃到这个青海这个地方 后来也死在青海这里 所以就变成说非常的无奈 在打的过程中 林丹汉做错了这个选择 因为他低估了皇太极的实力 于是就一败涂底 林丹汉不断力挽狂澜 但时不我语 拜逃期间丢人弃马 终于来到青海大草滩一带 稍许休息 但常年的戎马征战 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竟然就这样并估在这里 北渊政权也因此宣告灭亡 因为林丹汉的八大福建 分别代表着八支力量 而皇太极跟他兄弟跟儿子 分别娶了这些女人的话 也就等于透过联姻把这些势力 化仇为亲 这样当然有助于大清版图的扩展 更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满清要度主别的部主之前 他也想要跟当地人产生一些 血缘上的交流 这才能结盟起来管制当地的政权 草原民族中特有的收纪婚制 就是为了增强实力 林丹汉死后 他的福建囊囊太后 带着庞大的部落归顺皇太极 也成为他五大宫中 林子宫的重要妃子 他把囊囊太后给收了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北渊的政权 林丹汉的政权 曾经思汉的政权 到此就报一个段落 林丹汉的一生在位三十年间 汉后金交战虽然数多赢少 却是北渊政权中 夥有作为的君主 只可惜蒙古分散 彼此距离遥远 无法向过去蒙古帝国 做有效的统治和管理 后来历史学长 常常把林丹汉跟崇祯皇帝 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两个是 有作为的亡国之君 林丹汉也是这样 他的命运 跟他的这个轨迹 跟崇祯皇帝是有点类似的 他是很有想要积极 有一些作为的一个君主 可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间 没有办法给他 去做更多的证明 后代的史学家 戏称林丹汉和崇祯皇帝 为晚明历史上的难兄难弟 两人都是青年才俊 怀有一样的抱负 希望振兴祖业 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 但帝国已经并入膏肓 任凭末代君王历经屠治 都已经注定了悲剧命运的结局